科文哲在唱的是红西德 王三先生早上又在里面 他说你是七指七德 七德的部队 我想这都流于口水之战 我担忧用这样的口水战 会把这正能量都消耗光 这对社会不是一件好事情 王三先生前在节目上说 给你的防疫平分八十分 但他今天用八文解除说 八十分比较对客人 会不会觉得他好像有点转弯或是逆导 这样的讲法就离谱了 然后选举的时候 还是平常心那友善 那把政策提出来 我想是最重要 我看到一些新王像就是说 有解释说挺谁挺谁 我想徐立民是一个专业的人员 而且那时候在社会局也表现得很好 我想基本上的概念 只是挺防疫挺全民防疫 让国人知道说台湾的防疫 我不要妄自肥薄 我们在世界的程序算是好的 算是前段班的前段班 我倒是也没有说把谁揍了一顿 但是我觉得有痛的来跟我讲说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可以好好的沟通 没有要打击任何人的意识 防疫之中大家合作一起把事情做好 这是最重要的